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是多元价值观冲突的现代社会当中 人们怎样才能保持一种享受平静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呢 谢谢 我想现在确实这个社会也是多西方文化 多阳化文化互相冲突的这样一个比较透露的时代 在这个时候人们应该要获得一个最相合的 最平等的 最和谐的文化价值观 我始终认为佛教是最好的 因为佛教里面的内容完全是有一种放弃刺我 帮助他人的一种精神存在 如果以这样的精神驱使下让我们共同相处的话 那么必定会是一种和谐的也是一种快乐的 所以现在很多理论学家认为 如果我们世间上最大的和平或者最好的和谐 应该是从佛教的大乘的自他交换的精神入手 才能真正获得了极其快乐 尤其是向后的一种生活 大师 你好 我是南京大学商学院的2010级的博士 学的是会计系 我的名字叫朱彦春我想问大师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王菲这个歌手成唱颂过一首歌叫《心经》 我想跟大师问一下《心经》这首歌它的要义是什么 唱出来的话它对众生有什么样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上大师在刚才回向给日本的灾难的时候 你用到了on mami be me home 那在其他大师他聊的时候 他说on mami be me home是代表一种无上的智慧 到底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 我想请问一下大师就这两个问题 这样的当时王菲唱《心经》的歌我也听过 我也建议有些人让他们多应用 只不过有些人跟我说这不是王菲唱的 但是这个可能是世下的 个别人都看好吧应该是王菲唱的吧 有些人说他的声音不太小 但我想这个《心经》你所问的问题可能主要是这个《心经》 因为《心经》讲到了掩耳鼻舌 舌声香味一切都是讲空性 讲空性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现在有非常多的痛苦和挣扎 还有各种各样万法不同的形象 当你这些形象观察最本源最究竟的时候 其实全是变成空性的所以《心经》的主要精神 万法不执著最后说出了一种最高无上的 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二传法论里面讲《般若空性》 《般若空性》当中也是最根本的一部经叫《心经》 就像人的心脏一样智慧的这种《心经》 唱出来了以后包括在座的一些学生或者有些老师 平时唱《心经》的歌或者念《心经》的话 一般心里面的各种分别念会减少的 我有一个熟悉的老师他经常说 我心里特别烦的时候我自己念一遍《心经》 然后心里安静下来了再坐一会儿就可以把原来的痛苦全部消失了 就这样说的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刚才我说的欧玛尼巴米红石 其实欧玛尼巴米红石的功德特别大 这个功德在其他有关的论典当中都有描述的 主要是让这些死亡人如果我们给他回向一个 欧玛尼巴米红石他原来遭受痛苦 马上通过这种生意的无上力量获得快乐 还有对佛者尤其是现在种种灾难频频发生的时候 我们念祈祷观星菩萨 祈祷释迦牟尼佛念这样的咒语 马上以这种力量的确也是消除灾难的 所以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理说明 总而言之它不仅是一个无上智慧 还是一种非常具有强大的无形的力量 好 大师您好我是学中文的博士人 我那想问一个真的问题 我呢就是不信不信仰佛教 也不信仰佛基督 就属于那种没有信仰的人 欢迎 当时呢我想呢我们大多数的大多数人啊 就是比如说我呢麻辣的学生来说 很有可能就像我们一样 那么呢就是信仰这个佛教的基督来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呢是来自乡下的 在乡中以后呢 因为我现在发现 越来越多的这个基督教的 那很多人啊特别是人的佛女 就是我先要佛女啊 就是那每个都梦的时候呢 他非常坚誠的 很早很早 比如说礼拜天 还要感谢呢 就是做礼拜 那么我想大学人呢 在弘扬的国法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 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 也就是说我们在广发的这些 没有信仰的这些生命问题 等下来让他们相信佛 相信我们的这个主 就是我们的佛祖的 好 是这样的 刚才这位无信仰的博士生 问的问题很好 我不管到哪里 我希望研讨的对境不仅仅是我们的佛教徒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思想和文化历史 背景都不相同的 不一定非要是千变异 那么你刚才这样的问题也是很好 实际上确实也是不信仰的人非常多 尤其是像中国 苏联还有很多的国家来讲 不信仰的人是非常多的 像美国 美国总统当时到清华大学来演讲的时候 他说美国95%的人以上都是信仰基督的 所以这是跟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有关系 而像中国 像清朝以上 我们看唐代 宋代 元朝这些历史的时候 应该当时有相当多的人有信仰的 当然这个是我们从佛教当中讲众生的公义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历史的演变不同而已 实际上你说得对现在基督教不仅是在农村或者城市当中 甚至各等高等大学里面他们有很多专职的工作人员 通过各种方法来尤其甚至也有一些强迫性的 刚才有个人给我打电话 他说非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强迫性的进入他们的教 我怎么办这样说的 其实我们佛教并不是强迫的让一个人必须进入我们的宗教 我们都是随缘 我们希望很多人应该懂得了人 跟刚才我讲的一样前世后世的存在 人除了物质的执着以外还有精神上的一些快乐 所以我们对世间的人们尤其是无有信仰的人当中 有时候机缘成熟的时候给他们传达一些教理 传达一些教理所以我想作为佛教的知识分子 如果你真的像基督教一样 把佛陀的思想弘扬在这个世间当中 可能需要有住之心的要有年轻化的 要有同意的观念化 观念化还有用不同途径的方式来进行弘扬 没有一个住之 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集体性的话恐怕有些教理确实 刚才他所讲的一样弘扬到世间有一定的困难 尤其是现在有些大学里面我绝对需要建立一些研究的机构 残学舍 像哈务大学还有耶路大学都有佛教的研究中心 包括北京大学和现在复旦大学都有残学中心 我想这些有些残学中心的 残学舍的有些学生应该对佛法不仅仅是一种信心 确实是有一定的深高的一些见解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弘扬这是我们将来非常有必要的一件大事 希望大家记住不信仰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好 其他世间人可能要看看历史和驻流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因缘成熟的时候让很多人信仰也可以 如果因缘不成熟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 释迦牟尼佛所居住的城市当中也是 不信佛教的人占大多数所以这也是众生的一种业力所感 所以佛教并不是强迫 佛教应该说有这种因缘的时候会抓住机遇 应及施教 大师你好 我是商学院的佛学生 当然对佛学不了解 就是说 就是按照这个佛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 怎样区分现在我们所 很多谈的这个集体目标和这个个体目标 就是说 在佛学里面有没有这个目标概念 因为我不了解 就是说 我们如何更快乐地实现个体目标 当然我们其实都说了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当然我们如何更快乐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就是我想佛学里面有没有一个解答的 或者说方式理念 或者说这个基次 或者怎么样 谢谢 其实佛教里面应该说是这个目标 讲起这个目标的话应该说佛陀在阿含经 还有毗奈耶经里面都讲到 这种目标它有暂时的目标还有最长远的目标 有些长远的目标恐怕是我们想得不敢想 乃至无数年以后要获得的果位 不是一生一世 乃至无数世以后的 这是从个人的目标来看非常的长远 而集体的目标 比如说佛经里面经常提到了所有的僧众 出家人集聚一起然后行持善法 所有的幽婆义和幽婆舍也是集聚一条 行持如此的善法等等 所以佛教里面关于对住职和个体的极构 这样的极构机智应该说遭用提到的 但是你说的一种佛教的理念来让个人过得最快乐的 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懂得佛教当中的随缘 有一种佛教里面禅宗语经常用随缘 随缘我们世间当中也这样说你只要努力了 你想 但是实在如果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道路是太趋载了 太弯曲了一直跨不过去的话 那么你不要非常痛苦 随缘 这种行为应该是最快乐的 但是佛教还是要讲生活 工作 任何事情首先要定目标这个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年轻人应该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明确的规划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漫无目标不可能你的生活有具体的安排 如果没有安排不可能显示你最终的目标 所以我在想要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或者容易的 到达自己的任何的生活目标 当你在工作也好 生活过程当中 遇到各种违缘 痛苦的时候你不要特别地去执著它 如果你越执著不但这个事情是不成功 反而对它的成功越来越低 所以我觉得佛教看得但事情的成就 越来越有明显的结果有这种说法 所以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吧 请教人佛切 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我们所知 国教是很讲因果报应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起一个善念就会有善报 如果起一个恶念就会有恶报 那么想请问一下这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它到底是一种信仰 它还是一个真理 如果是一个真理的话 能不能用逻辑和实验的方式证明它 实际上善有善报佛经当中也这样讲的 中国以前的陈与缘水他也是说过这句话 实际上你如果想誓言应该也可以 比如说你做善忍做善忍的话 即生当中你的行为只有帮助不会有危害 对来世虽然你现在看不到 但是当你感受果报的时候也可以显现 可能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验证 但真正它的来源或者它的依据是依靠佛经 依靠佛经的话就像佛陀在佛经当中 《百业经》里面就是说 众生所造业 百千不毁灭 因缘聚会是毕国等成熟 有这样的 所以你所造的恶和善最终会得到快乐和果 这个就像你种的毒药或者你种的妙药 妙药必定会增长药的果 而你如果种了毒药的种子它产生的也是毒品 所以以这个关系来应该了解 大师您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南大逸林级博士中文系的 但是我之前的专业是国学 所以我有很多同学是学习藏传佛教的 我去年暑假还跟他们去了 塔尔寺 夏琼寺 大普伦寺 就是游学 看到了很多藏传佛教的大师 然后我想问的问题一个是 跟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很多汉地佛教的僧人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的交流 他们是一个怎样的层次 会不会就是互相学习 然后还是说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法和辩论 我看那是您也是经常到汉地来的 所以就比较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阿普伦寺看到有很多 就是他们的佛学生是从很小就开始学藏传佛教的 我想了解一下您在修行的时候 然后你们日常的修行的状态能不能介绍一下 还有就是第三个问题是您在修行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冒犯一下就是会不会有过怀疑或者动摇的过程 您是如何克服的 您有没有开悟的体验 您是怎样看待受悟和见悟的 解不解 解不解 好 这位博士问了很多细节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说我也经常到汉地来说 你看过吗 是 我们现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 可以说是彼此学习 应该彼此了解 其实我想汉传佛教当中也有很多藏传佛教 我常说的一些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汉传佛教历来从两无地开始 不仅是出家人吃素还有在家人也在吃素 吃素对众生的生命是有利的 所以藏传佛教的很多佛教徒希望学习极见 就是这样的理念 还有在汉传佛教的一些禅诗 禅宗的一些公文当中有禅宗的一些好的教言 汉传佛教的净土宗有很多专心致志的念佛的精神 还有汉传佛教也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一些文物 历史等等这些 所以我觉得藏传佛教学习也是很好 我也经常跟禅师经常跟汉地的高僧大德接触 要学习他们弘扬佛法的精神等等 那么我觉得汉传佛教他们也经常到藏地 学习藏传佛教的一些密法 仪轨 修行 尤其是藏地历来的一种隐秘的辩论 还有中观系统的一些学习 密法的一些次第的传承 窍诀的修法等等 这些如今有许多的汉传佛教的出家人 在家人他们都排除千辛万苦 就是到藏地的各个具有传统的一些修行提炼的寺院当中 去进行禅修 进行求学 这也是自古以赖很多汉地的大师 有特别可可可惜的一些经人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互相交流应该非常好的 而并没有发现互相排斥 互相辩驳 互相侮辱 这种现象可能极个别的有一些思想冲突 但是从大的趋势上应该没有发现 第二个 你说的我个人的修行 实际上我本人对修行很有信心 我以前刚开始出家的大概十来年当中 我可以算是自己有时候回顾自己刚开始的那几年 我还是很认真的 不管是背书也好 辩论也好 还有在自己讲课也好 我的心当中除了学习研究佛法以外 就什么都没有大概十几年当中 基本上我也不当当利亚来修行 但后来的确也是修行比较放松了 因为一方面外面包括一些汉地很多的修行人 到那里需要给他们一些翻译 如果没有翻译当时来的出家人和佛教徒比较多 所以要是翻译我自己精进的禅修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在面对社会的时候 有没有烦恼 有没有心态被各种外境所动摇 确实我是一个凡夫人我自己也深深感觉得到 我是对释迦牟尼佛有虔诚的信心 对自己的生死轮回我有不可退转的一种定解 可以说别人说前世后世不存在我绝对不相信 我有千百个理由破斥他的观点 别人说佛教不好的话他说不好就是他的自由 但是我自己内心当中我不会相信 因为我从骨髓里对佛的诚挚心 我觉得有生之年当中我不可能变的 并不是我的一种简单的信仰 我是通过接近二十多年自己的点点滴滴的智慧 积累起来最后达成一种骨体 所以在我的学业里面这样的信心智慧的骨体 就不可能容易融化 但是确实作为一个凡夫人 今天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我刚才看到你们南京这边有好吃的东西 肚子饿了马上心动摇开始吃了好多好多的 有很多很多的食物也好 外景也好 自己心被动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我是很惭愧 是一个修行人还有些口口声声给别人讲课 我是口是心扉经常说点心 点心自己 当然作为所证悟的话不算什么证悟更没有开悟的 只不过对佛教是有一个建立的信心而已 不好意思 大师 我觉得你非常有智慧 我是问全学等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读诗歌吗 特别是国外的诗歌也读吗 我四个诗歌也读得不是很好 我喜欢读 尤其国外的一些 比如说泰戈尔的有些四哥 还有以前萨斯比亚 他所写的有些词我觉得蛮好的 双石您好 问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想请问一下看部里的休息时间 因为我看您说您好像五点半就起来了 我觉得特别的随喜 但是晚上好像还挺迟睡的 还有一个就是中医的休息时间 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这个是有没有依据的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叶豹胜 它那个规律是不是一定得遵循 因为我看很多高僧大德 还有一些说自己根本就没睡觉 真的是非常的随喜 但是自己好像真的做不到 所以想请问一下看部 这个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遵循一个 中医说的那个身体的规律 第三个问题就是 因为一千万法是究竟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在还没有成佛果之前 世间法和初世间法都是非常同等重要的 所以我们世间法也要学好 初世间法也要学好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想买人生那么难得 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很有限 到底应该把经历投在哪一个方面 好 感恩师父 这样的刚才他的问题第一个是 按照我的作息时间 我的作息时间以前是我作息很有规律的 尤其是在学院里面早上起来 晚上睡觉 自己各方面都是很有规律的 但后来一方面事情比较多 另一方面有时候白天忙着 然后自己晚上有时候功课一直念不完 这样拖的时间比较长 自己也有时候睡得晚一点 但是我一般个人都不知道 可能生态 生理的一些差别吧 我在读学校的时候也是我的睡眠比较少的 在我在读师范学校的时候他们劝吓得很羡慕我 因为我很早 我睡觉的时候他们都睡完了 我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还没醒过来的时候 我就起来在外面锻炼身体看看书 所以在我的有些情室里面的同学就认为 我到底睡了没有 因为他们睡的时候我还在看书 然后他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也在看书 所以我可能自己的身体对睡眠不是特别贪着 我一般睡 以前我睡四个小时 但现在因为睡着年龄尽量地自己睡五到六个小时 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想着你的那个 按照人的胜利也好 各方面来讲最好是中一 尤其是《黄帝类经》里面讲的那样 我觉得佛教里面的《毗奈耶经》 《毗奈耶经》里面也讲了 人一般是夜前 夜后入眠 夜前 夜后行持善法 中夜的时候入眠 《黄帝类经》和有关的一些中一书 也基本上从十一点到尤其是三点之间 或者有人说两点之间对自己的身体 血液循环 各方面来讲睡眠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样做应该是很好的 但只不过有些人的工作和修行一直是 刚好在那个时候工作也是可以吧 原来巴尔扎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开始起来工作 所以他写小说的时候最好是最寂静的中业 对他来讲是喝咖啡开始写书 他一生当中写了六十多部还是什么 所以他这个时候觉得是最快乐的 我原来看过他的一个书是这样说的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你说的 对 想起来了你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乃至成就之前其实我们尤其是作为在家人 我觉得不能刚开始的时候学习佛法 把世间法全部放弃 到了最后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冲突的时候 又把世间法全部捡起来佛法全部放弃 这样是有点极端的行为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在家人 佛陀在很多《幽婆舍经》经典里面也讲了 在家人过正常的在家生活 但是在这个时候尽量散乱的因素排除 尽量汲取一些珍贵的时间来修行 其实我们现在在家人并不是完全没有时间的 有时候大多数的时间昏法在一些散乱 睡眠 没有意义的现场当中开始耗尽了 因此我想利用一定的时间至少也是一个礼拜当中 你或者用一天半天的时间 我在这个学院的时候因为散乱的事情也比较多 尽量的小午三四个小时把书记全部都关掉 自己好好地静下心来看看书这样的 每天都是对自己有一种强制性的修行时间 作为你们在家人恐怕这样也是不一定现实 或者早上起得早一点晚上睡得晚一点 或者在半天一个礼拜当中空出半天 一个 两个小时时间来修学这样嗤之意恨地下去 修行也是不会耽误的 自己的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也可以成功的 上师 你好我是来自十万大学的说理生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你刚才也讲过 放生日人生第一大功德杀生日人生第一大恶业 我就想问一下我放假回家 我妈妈知道我回家了给我杀只鸡 杀条鱼 就是说他肯定是在杀生但是我知道他的发心是好的 那么也就是说他也是造了很大的恶业 就这个问题 谢谢 对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 行善地道善 行恶地道恶 如果行善造一些业是善的 有这种说法但是像杀这样的行为 它直接牵涉到别人别的众生的生命 那么这个时候在戒律里面讲的是心态不重要 物质重要物质也就是说别人真正断除了生命 虽然他的心对你好但实际上真正断了别的众生的命 那么他不但没有功德反而肯定会有危害的 本来我们心底善良做一些事情是可以的 但是你做得太过分 比如说世间当中也是我用好心好意 来把别人的肚子里面捅一道 别人死了的话那么这个法官肯定会惩罚 你会灌在监狱里面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由过世的 可以这样说 大师您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文学院伊林吉的刘士 然后今天听您讲了之后还有收获 您主要讲的就是一个佛教的生命观 其实也就是一个转世轮回 就是前世今生后世的问题 然后我就想主要就这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 首先就是作为一个出家的私人 然后您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没有那样 就是接近过自己的前世 因为未来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前世是已经过去的 然后您有没有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 接近自己的前世 如果有的话 然后能不能透露一下 您所认知的您的前世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普通人 有没有这样一种办法 然后来去了解我们的前世 就是现在我也了解到有一些就是民间的方法 比如说是催眠啊 或者说是某一个瞬间的似曾相识啊 那这种情形究竟是我们今生 就是对外界接触到的一种事物 在脑海里映出来的幻象 还是真的是一个前世在我们脑子里 在灵魂身处留下的记忆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既然是有转世轮回 那我们的灵魂就是最深处的那种本我 它是不是一个延绵不绝的 就是有继承的 我跟我前世的那个最本质的秉性啊 或者是这种性格 会不会有一个连贯的继承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大师 第一个是我作为一个出家人 我自己是不是知道前世 但我的确也是不知道自己的前世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就经常觉得有点信用 藏传佛教当中大概有1000多年前的一个修行人 就是一个修行人但这个名字我暂时不说 每一次在历史当中提起这个人的名字 还有当时这个人在那里怎么样死的 历史上是有记载的 当提起这个时候 我今天之前跟任何人都没有说 我一直眼泪流过好多次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有点奇妙 是不是我自己在那个时候 好像在那个修行人的身边是一只虫或者是什么 因为在历史上说这个修行人在什么山洞里面 当时是怎么死的有一些奇灾 当这个人的名字提起来的时候 我有一种自己也觉得是莫名其妙的 一直经常有些流泪 但这个是哪一个修行人我也不会说 我自己也觉得可能一种比较怎么说 可能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我当一只小虫 我经常这样认为的除此之外 我自己刚才讲的一样通过多年以来的学习和经历 我深信前世肯定是存在的 而且我认为前世应该是修学佛法的 为什么呢 我从小的时候 对佛经 佛像 出家人非常非常的欢喜 然后我一般造恶业 杀虫 包括别人我们在当地牧区非常偏僻 条件也是很艰苦 在那个时候包括我们家人和邻居 杀一些小羊 烧小牛 这个时候我就尽量去制止 我不喜欢杀生 我从小都有这样的一种基因也好 我自己估计可能前世是不是一个出家人 或者是行持佛法的 在这方面的习气比较重一点这是我的推理 一般普通人对自己的前世后世 现在西方有很多的垂棉树 其实垂棉树里面有一些假的成分 但是在西方来讲特别多 中国最早的时候也是出了很多的树 但是有些树可能在世行的过程当中 也有不太合理的一些支出 中而言之只是我们在佛教当中也有一些残修 包括佛教里面有一个叫乔米仁波切 他修行的一些记录当中 通过这种方法来让人进入一种睡眠的状态 这种潜意识的状态当中自己进入自己的前世 能回忆自己的前世这种现象是比较多的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真正体会得到这种前世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在转世轮回的过程中 我们的灵魂是不是孤单提成了 对 在转世轮回的过程当中的确也是 我们的灵魂是不断地继承 而且在佛经里面这方面有丰富的理论和丰富的 就是点击的一些依据 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行持善法 开发智慧方面非常非常的容易 而有些人尤其是我们前世如果作骂作牛的 这样的人今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的辨别 思维特别的愚钝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里面讲的一种基因 但实际上这是在佛教里面讲 阿难耶上面种下的善的习气和恶的习气不同 这样的话佛经里面讲一时二时不断地生化 最终获得了菩萨的果位 佛的果位 每一个众生不断地也有这样的提升的机遇 他很不幸地听到你的指导 我也有几个问题问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南大天文系长 一个就是因为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科学学面 在我们学一个东西的时候都会通过比较逻辑性的思维来学习 当然我知道这个国学里面也是很注重逻辑性的 但是他好像更强调一种这个非逻辑的 就是他最高层次的证捕是通过这种非逻辑的 我就想问一下这种非逻辑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他是否能像这种 就包括在我们平时的科学研究中是否能应用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最根本的 威力的必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 比如说就是在日本大地震 日本大地震 如果我是那里的越南 有可能我某一天一念起我就去海边想游玩 结果我就被卷到海水里了 这个因为我只是一个念想我就过去了 也有可能我没有产生这个想法 我就留在家里就没有被卷到海水 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偶然 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话 这件事情发生它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话 感觉它有一点牵强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从最根本的规律上讲 他到底有没有后感进入 谢谢 其实我们这个佛教确实讲逻辑 讲逻辑的时候 讲的逻辑是极其严密 尤其是在佛教的隐秘 就是讲三向推理 三向推理现在西方则觉是通过大前提和小前提来 就是推出极论这样的一种推法 在这个当中应该说是比较隐藏的 我们的未知数完全都是可以用逻辑来推 那么逻辑来推有两种 一种是完全用推理来推还有一种是用教理来推 用教理来推比如说深深的轮回因果 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是说的 而释迦牟尼佛的教言2500多年以来 任何科学家没有能真实的推翻 因此他应该说施欲则以施欲则作为证据来进行论证 这是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可能你觉得在某种礼物当中佛教的一些非逻辑 实际上都有要么是有限量的证据要么是有比量 也就是叫推理这种推理就是较量或者正理 两种方式来可以进行论证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日本的任何一件 比如说被海水眷属的这种事情 表面上看来可能是一种偶尔性的 但实际上这也是有一定的他前因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 你造了一个犯罪的事 造犯罪的事其实你原来是偷盗或者是杀人 那么这个恶因是你自己造的 你自己造了以后后来你偶尔在一个饭馆里面吃饭的时候 或者你饭馆里面不去吃饭你在海边也好 在家里也好 这个警察就过来抓你 但表面上看来也许警察到家里来抓 也许你到海边的时候警察来抓你 你觉得这是一个偶尔的事情实际上不是偶尔的事情 因为你原来已经犯罪以后今天警察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同样我们众生造罪表面上看到好像这是一个偶尔的机会 突然来惩罚你的海浪跟我的心事对他没有结上过恶缘 但是今天被海浪卷入我实际上是我自己的前世 或者更多的前世或者今世造的恶业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实际上这也是从对境的角度来讲也许是有偶尔性的 但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大夫 你好 谢谢 我是南京一所高校学生 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 我是连哥 去职养的时候也有机缘去学院大金堂 南京看过你讲过课 然后我现在就是跟随您学习的学习以来 然后真的是深圳体悟到就是相识的意义 南京 南京 经营科技学院毕业的 然后是跟随上师学习以来 就是发现相识的意义和行一举一中 都是未来立以众生 我就是想请教上师我们如何才能有这样的广大的发心 生意与友情 就是断除我执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上师刚才讲您现在每天也是休息五到六个小时 然后我们也请问上师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经历去看那么多的书 然后拜那么多的论典还有讲经说法 还要去训练活法 好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刚才说厌一些书以法其实也没有 刚才我这里打算学习过什么书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在自己心里面产生一点一滴的利他的心 这样的利他的心无论是什么样什么身份的人都很重要 尤其是现在二一无诈的这样的社会当中 每个人都是把自己作为中心来造作围绕自己 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大家发出一种利他的光 这是作为大乘佛教当然是不可缺少的 但我们世间的人任何一个公务员 老师或者知识分子 这是远远超过我们物质的价值 现在城市里面的人每个人想获得一些财物 金钱 这样的其实这个价值不一定很高的 真正从内心当中有一颗善心有一颗帮助别人的心 而这个心是永恒的话即使你在即生当中没有因缘帮助别人 但是它的价值永远发出光芒 就发出光芒而我自己其实也没有觉得自己好像 怎么故意尽量地减少睡眠也没有这样的 只不过是最近以来我翻译一些汉地比较缺少的 特别好的有些论典我就觉得如果很多人懂得了这个道理 我就经常看书的时候自己觉得内容特别殊胜 很多人可能会得到一点点利益 我需要翻译 我有些翻译的有些是可能讲记 尤其现在《智悲宝库》里面我们平时给大家讲课 讲完课以后他们开始整理做的讲记 这也不算是我翻译的其他好像真正以前的一些大德也好 现在很多做慈善的人的功劳比较起来不到残害一体 所以以后有什么样的因缘自己也很难固定 就反正慢慢来吧 压师你好 你们对他的事是怎么看的谢谢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这个问题可能用两行面来回答 一个是从一个个人的心态来观察 那么一个人符合他的心态的原理叫对 不符合他的心态的原理叫错 这是从个人的角度分析的 如果从五指的本体角度分析的话 符合真理的 不可推翻的 经得起论真的 这种事情叫对 相反的叫错误 犹如火的本体是热心 水的本体是实性一样 这个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就这样回答 第二个问题我也很喜欢读《长安江作》的歌 但是《长安江作》的歌我在读的过程当中 我有感觉产生两种感受 第一种感受因为当时在历史背景下 《长安江作》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诗人 他用特别浅显移动的一种诗词 人们特别欢喜 特别执著的一种感情作为一种手段 然后逐渐逐渐凝辱看破或者放下自在杀脱的一种境界 让人们引入这样的 还有一种我觉得《长安江作》当时的整个秘传 当时他的传记和包括人生的描写来看的时候 他在那样的生活当中面对现实面对社会 而在这个世界上云游个体 他不但当他的挫折没有受到痛苦或者完全 现在人们所说说的那样放弃 而他还要以这样的歌声来描写自己心里最微妙的境界 所以我有时候也很觉得他的特别高尚的情节 所以非常值得赞叹尤其是他《长安江作》的情歌 他有外层的意思 内层的意思 还有秘密的意思 现在世间人大多数都是懂得他的外层意思 觉得有些事也适合大家的心意 这也是者可以这样去理解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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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河岸大学中心系的一位讲师 我今天特意到这里才进行开释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扣过我很久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经济 我们国内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 那么确实也是这边的社工水平 确实也有起高 但是说包括我直接感觉到 就是说好像虽然说我们这个生活是在我们的内心中 但是我们的内心确实越来越痛 这个是什么一个原因呢 让人体能以我们作为一个开释去呢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对我们部分的国家或者地区而言 对于全球来讲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提高的时候 这个幸福之数越来越降低 包括2010年美国的幸福之数统计的指标来看的时候 跟前面十年比较起来它的痛苦之数已经增加两倍 所以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蓬勃发展的时候 人们把金钱或者物质看成一个成功的象征的时候 内心的道德观念很有可能越来越下滑 而在这个时候没办法填满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有时候很羡慕藏地的生活 藏地现在有些比较偏僻的地方物质生活水平都非常低的 但是他们都有一种自由自在特别有限的生活当中快乐的过日子 而我刚才演讲的刚开始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 有一种语言我说这里的建筑是越来越跟前十年 有所截然不同的发展和变化但是内心不知道有没有 渐渐我估计得到我预料得到 可能比十年前的人们的性命跟现在比较起来 现在确实很痛苦的 但是唯一现在缺少的就是道德教育和信仰教育 如果有了道德教育和信仰教育 在物质发展的同时人们都有一种满足感 都有一种自主感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不会拼命地去追求 到一定的时候自己也会随缘而转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辱教做人的道德和佛教的提升 自己的智慧信仰是不可缺少的 我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博士生 我想问一个佛法问题 佛法罗他有一种空性的概念 我想问我们现在社会 古代社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 一个空性的观我们怎么能够培养起来 在整个社会论区培养起来 其实佛教的空性观不管是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朝代当中都可以培养 如果你想真正佛教的空性观要培养的话 最好我建议学习龙猛菩萨的《中观根本会论》 还有《月城菩萨》的《入中论》 还有《升天论师》的《四百论》 这三个论典学习之后 你对万法的空性观肯定会有一定的认识 在这样的空性观的认识或者间接的前提下 我们观待现实的生活或者对待现实的生活 其实很有帮助的我都经常想 我们现在忙忙碌碌的社会当中的人们 如果对佛教的空性观有所认识的话 他们的心态不管是遇到任何对境的时候 也不会如此的煎熬 痛苦或者挣扎 所以很希望很多人在面对生活的同时 也学习一些具有非常加持和智慧力量的 空性方面的一些教理 开幕您好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 我有一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小问题 也是我的一个困惑吧 就是在我的生活中 我经常会遇见一些问题 然后经常是以我包容别人而结束的 但是对方不能理解我的包容 反而认为我很傻之类的 这样我很郁闷 然后我就想请大师开示 怎样才能在我包容别人 与我不郁闷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呢 这是我觉得现在社会当中也是一个现象 包括有些人现在学《入教思想》 懂礼貌的时候别的学生和老师也欺辱它 在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的人 对做善事的人带有一种蔑视的态度的时候 极个别的人可能行持善法或者说 他有这种包容的思想也不一定会受到认可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能坚持自己善良的心态和包容的心态 以前藏地非常伟大的一个佛学家叫梅彭仁波齐 他说让世界上所有人行持恶业的时候干坏事的时候 但自己善良的性格不能被染过 一定要保持如玉璃当中的莲花一样清洁 所以我们的包容或者善良即使别人觉得你很傻 觉得你很愚痴但是自己为心无愧 一定要保持自己善良的心永远以嗤之意恨地下去 只有这样才对我们真正的利他的心 才对我们真正宽恕的心可以越来越实现它的价值 长官 你好 我是外小的一个学生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上我 我也是一个佛法的初学者 当年佛陀是科学者 外小是哪个学校 基灵科技学院长 基灵科技啊 对 你们科技主要是学什么 什么科学技 什么都有 沙蚂蚁的也有吗 开玩笑 你说吧 就是当年根据众生的不同根气来宣说佛法 就是我们一般可能就没法单独见到上师 然后单独跟谁在上师身边学习 只能听上师就是对很多众生宣说佛法 然后就是在想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个人的方法 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学博的人 可能会每个人走在不同的阶段 有时候感觉上师说的有些教言 感觉有时候也做不到要求自己 感觉力不从心 或者是怎么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修行阶段的方法 这两个问题 好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个佛陀 如果对每个众生不同的法要当中要选择一个法 实际上最主要的是自己对哪一个法恩有极大的信心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比如说你对《金刚经》 你对《棉花莲花经》或者你对禅宗有极大的信心 说明这个法对自己有一定的殊胜缘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这样的法门来学习 然后第二个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到一定的时候 到一定的时候可能会自己有一种离不从心 或者实在无法前进的心态 但那个时候从一方面学法是非常艰难的 自己应该有遭遇一些思想准备 而且在这个同时经常祈祷上师三宝 其实很多人修行要圆满的话需要有一定的福报 没有福报的人可能弘法离生自己的修行圆满很困难 中间很有可能半途而非甚至就会完全放弃 有这样的情况要祈祷诸五故事 还有自己要一个坚定的誓言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违缘和挫折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心理 那么违缘某种不能摧毁你 他不会对你成疾 不会的 而且自己的善缘 自己发的这种缘也会如愿一场 所以我觉得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自己发比较大的誓愿 而且要有一种坚持不移的心态来舍责这是极为重要 好 这个体验来启迪大家的智慧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每一位相应于各自的心的状态 都得到了火把肝的责润 并且呢 长久的话呢 也是对大家各自身心的和谐和生命的提升有很大的比例 所以由个人生心的和谐而家庭 社会的和谐 由此也可以有益于我们和谐社会的见证 和世界人类的和平 所以让我们大家再次也乐为的掌声感谢人工 谢谢 并期待在朱友的将来 任国切再次的到来 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 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以及来自其他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以及其他的有心人士 因为大家这样一种善妙的纵远和合 圆满的成就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 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夜晚 希望今天这样一个晚上 可以开启大家今后人生的佛法之旅 智慧之旅 慈悲之旅 和究竟的安乐之旅 谢谢